大家午安 我是劉子瑜 这节全球现场先带您关注到的是 大陆手机市场是竞争相当激烈 而折叠手机更是成为厂商的抢工市场 大陆品牌荣耀最近推出了一款折叠手机 厚度居然不到一公分 成为全球最薄的折叠手机 9.2mm的厚度像一个折叠 这款全新旗舰折叠屏手机 是由荣耀今年夏季推出 除了最薄厚度以外 还强调不管是重量抗摔程度 以及防水功能都不输给直板手机 打破折叠手机厚重的刻板印象 另外大陆国产手机龙头之一华为 将在9月10号正式发布新机 Mate XT非凡大师 这台新机将成为全球首款三折手机 在开卖前的主打预告 品牌大使刘德华现身促销 另外大陆女星杨幂也帮华为拍摄的 另一段影片台词也成为微博热搜 点击率相当惊人 在影片中刘德华拿着手机在荧幕上显示全屏展开 观众因此看到三折叠手机的全貌 华为三折叠机以及iPhone16立刻登上微博话题 那现在华为即将推出全球首款的三折机 Mate XT非凡大师 大陆女星杨幂也在预告片中提到尺寸 厚度以及折叠方式 杨幂在影片中还说三折机太妙了 另外华为品牌大使刘德华也现身预告影片 宣传华为新机 而9月10号华为将正面对决苹果新机 值得注意的是这款华为三折叠价格还没有公布 在7号当天中午一开放预定 两个小时就突破50万人下单 截至今天凌晨已经超过177万人 想必大家一定很好奇售价 那外媒现在就预测说价格可能会落在人民币 2.9万大约是台币13万元 大陆媒体则是预测预估将会高达2万元人民币 值得台币是9万元 而且已经出现黄牛价喊出10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高达45万元新台币 政治售价随后也将在发布会上揭晓 那现在除了华为苹果也要在同一天发表新机 iPhone 16 苹果宣布秋季发表会将在台湾时间9月10号 在总部的加州酷比蒂诺举行 有媒体报道 苹果刻意提前一天 也就是10号举行发表会 为的就是不要影响全美瞩目的总统电视辩论会 而这次iPhone 16预计推出四款机型 包括iPhone 16 16 Plus 16 Pro 然后还有Pro Max等机型 那iPhone手机荧幕也会变大一些 不再只有两种大小 最大的尺寸从6.7寸到Pro Max的6.9寸 以及6.9寸 那比较不同的是iPhone的16 Pro系列 会增加太金色和太原色 除了荧幕尺寸和外观的变化 还有侧边的拍照按键 新增触觉回馈的电容式按钮 另外显示荧幕的寿命 同样也会一并升级 其中最大的卖点就是iPhone主打的AI功能 苹果把AI的整合到Siri等应用程式中 依照使用场景或用途提供不同的语气 而且还可以把文字自动列出重点 借助AI完成各种任务 那现在苹果马上就要推出新机 想必是吸引死中国粉 跃跃欲试 不过CNN新闻节目就给消费者建议说 新手机一推出 通常会带来一波旧款手机的降价潮 苹果发表会是在台湾时间9月10号凌晨1点登场 果粉届时可以看到苹果首款AI手机 而在新机登场前根据台湾媒体报道 苹果前一款的iPhone15系列 在通路加大降价的幅度下 有超过一成的跌幅 价差将近5000元 值得消费者考虑 而现在中美两国的竞争 其实从手机大战就可以了解到 特别是在晶片上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而另一个高科技战场可以说是太空 只不过最近美国NASA的计划 因为波音公司再度出包成了大乌龙 星际飞机慢慢脱离国际太空站 朝着地球方向前进 遭遇技术故障的波音星际飞机 6日在没有载人的情况下空机返回地球 6小时后成功着陆降落 美国行墨西哥州白沙太空港 6日初搭载两名美国太空人升空 原本预定停留8天 却因为推进其故障和氦气泄漏等问题 返航时间四度推延 日前飞行器既还传出奇怪声响 宛如有外星人在敲门 美国太空总署NASA在不敢贸然载人的情况下 决定空机返回 太空人预定明年2月 改达波音最大竞争对手SpaceX的成龙太空船返回地球 太空任务从8天延长到8个月 好在两名太空人过去都曾待过国际太空站 身体状况良好 NASA安排他们这段期间远瞻其实一团队 而大陆航太研究也有了新进展 大陆无人登陆器成了5号2020年登陆月球采集土壤样本 稍后针对其中三颗火山玻璃珠精准定年 推算它们是来自1.21年前月球火山活动的产物 过去认为月球火山活动结束于30亿年前 如今证实原来1.21年前还活着 当时地球正值恐龙尚未灭绝的白鳄纪中晚期 月球地质历史被完全改写 代表月球与地球一样仍存在深层的岩浆活动 接着张维总的报道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